成龙规劝范冰冰离开李晨,还占便宜,大黑牛这都能忍。 范冰冰能有今天的名气,全靠她情商高,每次都能和娱乐圈的一些大咖传绯闻,从红金宝到成龙,这些都是娱乐圈有的大哥,范冰冰和成龙大哥来把个人之间的合作作品也不少,最近的合作就是《绝地逃亡》,在电影还没有上演之前。 两人就因为了一些照片大火了。 在拍这部作品的适合,范冰冰和李晨正式热恋的时候,当时媒体还将两人的恋情大肆宣传,但是在《绝地逃亡》的预热中,成龙大哥却表示不认识李晨,更不知道她有男朋友,并扬眼像自己一样的年龄才才适合范冰冰。 她的男朋友要大她三十岁才行,李晨太年轻不适合,这是对李晨赤裸裸的无视,难道是为了电影宣传? 如果是这样,那么成龙大哥付出了人品的代价。 《绝地逃亡》算是成龙、范冰冰合作的第二部电影,2009年二人合作电影《新宿事件》在其中扮演情侣,剧中郡外各种亲密。 范冰冰和成龙大哥的关系还真是很难解释的,毕竟成龙大哥每次出席活动都对范冰冰非常的好,之前的一次发布会,还亲身教范冰冰防狼术呢? 首先,二人情同兄妹爱,怎样玩就怎么玩。 死前接受采访时,成龙腾这样解读她和范冰冰的关系,我跟她像兄妹,很亲。 这么多年来,我和她一起,爱怎么样就怎么样,很舒服。 但是,就算成龙和范冰冰的联系是这么密切,李晨也是表明不会介怀,毕竟我们都是圈州人。 李晨更是说倒是她和冰冰的婚礼上也是少不了成龙这个大哥的。 范冰冰一直都强调李晨将会是她最后一位男友,很多网友都调侃是就快结婚啊。 其实两人没结婚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吧。 范冰冰虽说事业心很重,但是她也表示过自己结婚之后就会退出娱乐圈的, 也是因为这样范冰冰就不想早早结婚吧,想把事业做好点,才安心结婚。